站在X光機檢驗台前 等著領取行李 證明將外套領子立起來的華航空姐 兩天前才被日本海關 於行李中查獲超量黃金 證明關心空姐 10號從台北飛往日本大阪 不過入境時卻被海關查出 行李內有超量金條 全數扣留後12號返台 華航也將對他進行懲處 不過這樣的誇張事件 應該不是第一次 因為跨國黃金走私集團 早就鎖定航空公司組員 還有LINE通知 通過旅行團或是自由行的旅客 在不同地點向空姐交付黃金 因為飛往日本後 海關隊空服員檢查較不嚴格 放在行李箱後按待 不容易被發現 出關後就能拿到酬勞 這些金條每個都比iPhone5還小 一條的工資就有5500 一趟帶上6條就能賺進3萬多元 但華航最近出包的 可不只這一樁 華航空姐利用知青地停時間 私自買機票跑到奧克蘭遊玩 卻沒有旅遊簽證 回程師卡在海關 還因此趕不上知青班機 機組人員出包連連 究竟是員工訓練出了問題 還是公司渡管不佳 恐怕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記者劉展蘇一歡 台灣報導 我怕不上哪兒